今天我就真心多話說 我在想到哪一段時間 就是我想我逐一件事說 假設今天全部都是新手 我當然知道你們不是 但是我逐一逐一說 然後我就開始個案分享 好,我們開始了 首先說生酮是什麼 生酮說來說去都是七個字 不吃澱粉吃脂肪 七個字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因為這樣你的代謝污染是最低 什麼叫代謝污染呢? 就是大家女生最害怕的那些 游離肌、會老化等等 如果你是生酮的話 你正在燃燒的是脂肪 是佛系減肥的 真正的佛系減肥 就是你可以躺在這裡也受的 為什麼是假的? 為什麼會有這麼笨的東西? 是真的 是完全pure science 就是躺在這裡 因為你每天其實有一個基礎代謝 什麼叫基礎代謝呢? 就是你心跳一下 肺吸一下氣 然後泵一下泵一下 然後人就算全天躺在這裡 我當你是植物人這樣說 就是大家例子 但是你這樣躺在這裡 什麼都不做都好 你都有一個基礎代謝 因為你的腦會動一下 心會泵一下 肺會吸一下氣 其實那個就已經是基礎代謝 而基礎代謝 它也有燃料 這個燃料就是 你可以是脂肪也可以是糖 如果你用的是糖 各位觀眾 就是你那些粥粉麵飯 麵包餅乾蛋糕 雪糕 南瓜 薯仔 番薯 芋頭 各式各樣的甜品零食等等 這些的話 就變成你的身體不斷燒糖 它就不燒脂肪了 但如果你燒糖的時候 其實就是你的身體 會好像一輛車帶用柴油 OK 這樣就會很髒 很多噴一些 蜜汁的東西出來 你的身體就相當污染 為什麼這件事 你說的是不是真的 我怎麼知道是不是真的 可以留意 有些東西在護膚品界 女性應該都比較熟悉 叫做糖化 糖就是柚子部 就像西字一樣 柚子部 糖化 就是皮膚被糖引致的老化 其實真的很簡單 這個理解 我們要留意一下 就是這次武漢肺炎 這個疫情 死亡者當中 或者是病死的人 OK 很大部分你留意一下 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糖尿病患者 OK 大家也留意到 就是大部分的糖尿病患者 如果 藥物控制得不好 或者飲食又不控制 加起來 OK 你發覺很多會出現什麼現象 就是要鋸腳 要鋸腳 為什麼不是鋸肩膊呢 為什麼不是鋸其他位置 是鋸腳呢 是因為 鼻心吸力 因為糖分積在下面 正如我上次講 正如痛風也是 為什麼會在腳趾那些位置 因為那些位置比較小 而尿酸呢 就在那些位置積聚 結晶了 所以就很痛了 那其實是不是呢 Hello 其實是不是說 我不吃海鮮 不喝啤酒 不吃冬菇 那類東西就會沒事呢 其實你的身體 說回尿酸那些話 就是因為 你吸收了很多糖分 你的身體發炎 所以的分泌 尿酸 其實都是抗氧化物 所以說到尾 我講來講去 就想大家明白 其實我們的慢性病 是源自於發炎 不論是動物觸氧硬化 即是大家很害怕的 那些塞血管 裡面的一層層 其實是膽固醇 加血小板 加鈣 這三樣東西 那為什麼 第一次會出現呢 是因為你血管有Hemorrhage 即是你血管有出血的現象 你的血管很痠 很痠 很痠 為什麼要出血呢 其實它不是想出血的 其實是因為 發炎 發炎而出血 所以你又要想 為什麼身體會不斷發炎呢 就是因為很多肚 你看看糖尿病人的腳 你想想 如果糖尿全身上下游走的話 那會怎樣呢 其實就是你全身都在爛 你明白嗎 你這樣去理解這個概念 其實是不難理解的 對 生童就是這樣一回事 但是不同人的生童 是不是會有不同的呢 是的 如果你是一個十幾歲 發育肉的 或者是一個運動員 或是你是一個癌症病人 或是你是一個有腎上腺 功能不存 即是奪犯癌 你的組合和配搭 HELLO 親 是會不同的 為什麼我們會這樣安排呢 因為其實兩邊的macros 都是那些 即是碳水化合物 脂肪和蛋白質 都是這樣分配的 首先就是你要明白 我是極度反對 就是我每天計算 我要多少gram的什麼 或者多少gram的什麼 我親人實證 就是我肥了30磅 我不是特地的 我必須坦誠 總之我肥了30磅 肥了30磅之後 我現在就在最短的時間 我會瘦給大家看 我甚至約了我的親 即是我的朋友 阿親 就是我們會拍一輯性的 漂亮的照片 之前已經說過 那些比較見得人 不是太嚇人 就是有多一點報的那些 我到時會 推出街給大家看 那怎麼樣 在三個月裡 有一隻肥豬 我也不介意說 之前是145磅的 我的脂肪是去到36-38磅 我不太記得 我到時會公告實質數字出來 那之後變成怎樣 你就可以看照片和數字了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就是給你看正確的生痛是怎樣生的 你要知道你的身體狀況 我們大部份人 最大的問題就是 我們不斷地override我們的系統 即是你不聽你的身體的意見 你不理他 我經常都說 你當是你的另一半就可以了 你另一半想吃什麼 你又不跟他吃 他想做什麼 你又不做 他遲了扔你 這是正常的 那你的身體 你經常都不理他 他要什麼 他就會發老皮 然後他有一天報復你 你就會悔不當初 因為任何人的報復 都不及你的身體 你的身體比共產黨更可怕 OK 現在還沒有實施 我還會說這些 好 之後呢 神經一點 OK 那 生痛的部分就是這樣 總之不同人的安排不同 但不是叫你計住 哇 我每天要吃幾乳 每件事計著度住 不是這樣的 也想說 其實你看多一句 我們史前人類的祖先 他會不會計著度住 不要傻了 它有得吃也算是這樣的 所以就是小吃多餐的東西是極度荒謬的 小吃多餐提倡的國家包括中國 中國什麼時候是地球上最長瘦的人種之一呢? 你留意地球上最長瘦的人種 都是脂肪吸收得相當多 例如印度的山區裡那些 只是不斷吃椰子的瑜伽士 然後整個中國最長瘦的地方叫巴馬 就是火麻人 然後日本的話就是沖繩的魚 薑黃 意大利就是POP POP就是真正的地中海飲食法 那些地方你留意他們是吃真的魚 不是吃魚油丸 所以如果我是一個什麼都不理 我只是為了賺錢的商人 我家店應該放滿各式各樣的魚油丸和維他命C 因為這些是最好的 即使我看到其中一位老師 我不開名叫做什麼 他也在說叫人吃魚油丸和維他命C 可能他健身都還在吃蛋白粉 整件事是很古老的 即是很舊派 已經被推翻了 但他自己不知道那些 老實說我認識這件事 但我會不會抓住你們 好像街邊那些摩門教的傳教士 拿著聖經去追著你 我不會的 因為你要相信什麼 你不相信什麼 你要試什麼 你要做什麼 是你自己決定的 沒有人會幫你決定的 這時候我會分享一個例子 有一家人 我沒有見過爸爸 沒有見過其他兄弟姊妹 但我認識過媽媽 媽媽買了一雙子李輝的豬豬 穿了耳環給他 這樣吊了下來 媽媽生動得很成功 瘦了漂亮 看到她也很開心 很有交流的一個客人 而她的女兒 她的女兒 她的女兒 坦白說身形比較肥 現在還是這樣 媽媽很想女兒生童 我跟她談過 她說 我都不明白為什麼 要我減肥 我沒有必要減肥 但這是不是客觀的事實 客觀當然有數值 這時候就可以參考 例如你的脂肪比例 例如你很小 但身體已經出現了警號 例如她是會停經的 那什麼情況之下 你身體會停經呢 就是當你身體認為 你不適合懷孕 其實就是這麼簡單 她的身體 在這麼小 20歲、21歲會停經 是一個非常不理想的狀態 但是你聽清楚 我不覺得我肥 我不覺得我必要減肥 那你可以做什麼 你什麼都做不到 OK 這個時候 你只能夠 不是去 你不是去 強行跟她說 你這樣也不肥 你看看照鏡 你沒有鏡 你不可以這樣 你不可以這樣 你這樣 你不斷這樣 她只會有更大的反抗 她只會更加 不想去做這件事 她是否不知道 生同活動呢 她知道 她看著自己媽媽變瘦 她如果我沒有記錯 她自己也像是糖尿病前期 已經是前期了 她爸爸也有吃藥 有一個家族遺傳 家族遺傳是否死症 不是的 因為你後天的飲食 才是最大的 Factor 但是她不接受 她不覺得自己有必要 她更加想處理的是別的事情 那你只能夠 讓她 take her own time 正如所有人 我看到很多人 很多人是這樣的 叫朋友上來 然後朋友明明不想 強迫她 爸爸或者媽媽有癌症 兒女幫她預約見我 想我去說服她 不要介意 這些預約我真的不會接的 第一 你自己不想改變 第二 你完全沒有任何的認知 第三 你根本不相信這件事 就不要來 不要浪費你的錢 不要浪費大家的時間 好嗎 因為這個世界方法有無限的 你只要睜大眼 你會發現其實有很多 我們是一頁帳目 即是阻塞在自己身上 即是阻塞 是在自己身上 為什麼我們接受不了 為什麼太陽曬不到你 因為你躲起來了 不是太陽偏心不曬你 所以我經常都說 不論是身心靈 即是我的四大層面 去說的話 都是這樣回答你的 是生童很好 但如果那個人 死都不肯生 你沒有辦法的 OK Let them take their own time 反而那次這個女兒 我幫她做了什麼 我就是幫她做聲音治療 因為其實能量上的阻塞 才是她真正需要處理的事情 我沒有見過她媽媽 如果我再見到她媽媽 我會跟她解釋這件事 她不是理智上不理解這件事 但她有inner resistance 內在的糾結 內在的抗拒 為什麼抗拒呢 有很多原因 她在她的 comfort zone 這是她的舒適圈 她不想改變 我跟她的女兒說 她說我有個朋友有自閉症 如果我改變太大 她接受不了 然後我都會問她 其實你是為自己而活 還是為她而活 然後她說 我的朋友呢 我不找了她 她也不會找我 所以我不可以理氣她 我聽下去 可能大家聽下去都覺得 其實全部都是理由來的 或者你可以叫藉口 但是你不要理 我們聽下去都會明白 是理由是藉口 說來說去都因為她不想做這件事 她不想做這件事 她是她的 free will 她的個人意願 你要任由她 直到有一天 她真的受救了 她想你生痛的時候 她媽媽一定很樂意 約我跟她的女兒談 我再教她她怎樣生痛 我會不會給你餐單 我不會的 我會教你怎樣吃 我會教你怎樣吃 你不應該吃什麼 你不同的身體狀況 我不是說 之前有個女孩子 都幾年前的 她吃純素的 吃到沒有了一邊的視覺 一邊的眼睛已經看不到 另外一邊是剩下三、四成 一半都沒有 我叫她吃的東西 內容是相同的 但是裡面的食分 裡面的比例是不同的 這個就是 當然你要讀 你讀了之後你就會懂 這個不是什麼特別 難去理解的東西 因為不同的成物 有不同的養份在裡面 根據你的身體狀況 你去調節你所需的原因 OK 這個容易理解 OK 好了 第二樣說的東西 就是情緒層面 情緒層面 就是剛才這個女生也是 她的 resistance 她那種抗拒 她那種不想改變 如果你告訴我 這個女生跟我說 她說 女王其實我想生痛的 我知道我生痛很好 我看到我媽媽瘦了這麼多 漂亮了這麼多 她身邊的同事 朋友都問她做了什麼 我也想啊 不過呢 我戒不了糖 我真的很喜歡吃甜的東西 如果這樣說 催眠會幫到你 催眠進入了潛意識狀態的時候 你可以進入一些程式 你可以進入到那個人 不想吃糖 不看到甜的東西 會反胃 然後很大抗拒 是可以的 所以為什麼人們 嫁煙會做催眠呢 然後不肯做運動的人 會想去做運動 因為可能他的關節已經受不了了 醫生跟他說你要做運動了 然後醫生說你去找催眠治療師 然後這個人真的積極了 這個就是處理他情緒層面的阻塞 好嗎 明白嗎 那好吧 但是如果他根本in denial 就是說他根本不承認自己有這個程式阻塞 他根本不承認自己有任何問題 證明喝醉酒的人 我沒有醉 然後現在什麼都很好 我什麼都不要變 你有我 你不要搞我 這樣 那這些你沒得搞的了 你明白嗎 OK 即是方法千百萬億種 不然我不用讀那麼多東西 而問題是如果當事人不願意 你任何人都是不得要領的 你做的任何事都是不得要領的 OK 而情緒的另一件事我們可以做的就是 透過tapping 這時候我們會弄到能量層面講的 就是我們經常講的經絡、默論 很多人上來我去檢查默論 我們檢查默論也不收錢 說真的也不收錢 那你上來出默論 然後呢 為什麼這麼低分呢 10分、20分、30分、40分 最高都不過50分 大把香港人來這樣 總分你當是滿分是700分 可能很多人只有100多、200分 為什麼會這樣呢 這個時候我問你一個問題 就是你對上一次清理你的默論是什麼時候 我問了很多人都呆了看著我 我問你你對上一次清理你的hard disk是什麼時候 你對上一次 run你的PC的防毒軟件是什麼時候 你對上一次洗澡、擦牙、洗頭、落妝、洗臉是什麼時候 你們會做這些事情 但是自己的默論你不會管 其實默論是你身體的能量系統 它是唯一橫跨所有層面的 你說怎麼會啊 默論不是能量系統嗎 我聽過你的節目的能量系統 但它是橫跨四大層面的 因為第一 它和身體所有器官是有關聯的 其實 我舉個例子給你聽 譬如心輪 心輪在這裡 心輪在中醫的經樂榜 我解釋給你聽的就是 它和心經、心包經、肺經有關 太陽輪 但我調整一點 這個就是太陽輪 太陽輪就是衛藍的位置 太陽輪跟什麼經樂有關呢 和肺經 肺經 肺經 肝經 膽經 三招經 有關 好了 如果有概念 一聽就覺得 咦?這些不是器官嗎? 這些不是身體功能嗎? 是啊 so there you have it 你現在明白嗎? 就是當你的默論滿寫的時候 因為你沒有清它 你沒有理它 它就會倒進經樂 經樂是跟身體的器官有關連的 所以就叫肺經 心經 心包 肝經 膽經 肥經 膽經 聽到嗎? 當它倒進去 因為它滿了 倒進去 你的經樂道的時候 會影響你的器官 影響你的身體功能 而上來 如果你上來 我本人在這裏 我試過抓住客人去檢查 在座有七個客人 我逐個逐個跟你們檢查不同的經 我試過檢查 在座有七個 檢查肝經 沒有一個是保持到的 沒有一個肝經的健康 我簡單來說 只有一個人是保持到的 那個人是做咖啡館場的 西醫又瘋了 做咖啡館場 會怎樣怎樣 我跟西醫的分別就是 第一 我不會開藥給你吃 第二 我不會對你去開刀 而 I have nothing to gain 你病我沒有好處 你來找我 吹一下水又多 你不找我吹水 就這樣經過上來 我沒有所謂 正如如果 你們最近有上來都知道 你弄了一棵 七麥倫的鼠尾草 百多元而已 你之後離開銅鑼灣 我們都會幫你清 百多元是包無限次的服務 如果真的有心賺錢 點財的 我買維他命C 和育藥丸 都說過多次了 那麥倫怎樣清 OK 我想問問你們 你不會像我現在這樣化妝 我現在會不會不下妝 再敷衣服 我不會 我一定會下妝才敷衣服 一定會 你試一下 女生的 你試一下明天化妝 放工 回到家 就直接睡覺 後天睡醒又化妝 然後回到家 又不下妝睡覺 你如是就是經過 你試一下幾個星期 一個月之後 你發現你的臉會怎樣 你的麥倫就是這樣 已經熬了幾十年了 你從來沒有清過 你從來沒有清過 怎樣清呢 地水火風空 宇宙的組成物質 其實我們的底輪 是地元素 你看整個地球 核心 是不是石 水晶 其實地球的地殼 85%都是 那些植 然後外面有什麼 有水 所以底輪是地元素 生殖輪 上一格就是水元素 然後再外面 你看到什麼 陽光照射下來 太陽輪的火元素 然後再外面 就是外太空的空 地水火風 風 雲層 然後就是外太空 我們的人體 是這樣的構造 宇宙組成物質 也是這樣構造的 你的清理也是這樣 就是七麥倫的鼠尾草 我們會沿著我們的中麥去清 中麥是有前後的 中醫說的就是 任督耳麥 任督 和督耳麥 這個也能解釋到 為什麼小朋友 這麼喜歡選手指 因為 在母胎裡面 其實我們任督耳麥是連著的 是出生後才分開的 所以小朋友一樣 他還是會有那個慣常 他很想選手指 所以 我的客人當中 清理情緒 我會給他花精 要不就是要個人調配 要不就是驗醒 也會叫你頂住上惡敵 因為你是貫穿 你的任督耳麥 OK 有多少少學問 在最後 這裡不花時間說 花精是甚麼呢 花精是植物 甚至是寶石 水晶 一般用巴欄地浸 浸完之後 收取了裡面的精華 植物的精華 花的精華 或者寶石礦物的精華 這個時候我就想說一個故事 很多人應該都聽過 尤其最近有上來的人也有聽過 這一串 又是說這一串 大家看到了 綠碧西 這個故事就不得了了 大家聽過一億次 我繼續說 不如給一些沒有聽過的人聽 就是 我幾多歲的時候 第一次蟹後迫西 我是17歲開始掃水晶的 其實 我記得我好像21歲的時候 我當品牌公關的時候 那時候 我就有一次 放工 做了Events 就在金鐘 那些 晚豪那些 那些 那些 我忘記了哪個酒店 但是他就在做一些pre auction 就是 拍賣會的 拍賣會前期 就是給你去看東西 那些不用錢 那些東西很漂亮 就像博物館一樣 那我就走進去看 那我就記得 很漂亮 清風天 那些後妃 戴的十八指 就是念佛那些 是壁西 粒粒不同顏色 晶瑩通透 很漂亮 像彩虹那樣 那樣 我已經很有印象 真的漂亮得不得了 然後 如是者 我想我二十多歲的時候 買過一條頸簾 然後就沒有買 就沒有戴了 碧西一向都貴了一點 所以我沒有什麼 再買 直到我們四個朋友 較早前去上水晶排列 那天就記得 一個note 其實我本note 就在我後面 就是 老師就說 陸碧西 就有一個修補氣場 還有打開心鈴 還有反老頑童 這些功效 我們每個人都覺得很棒 而我其實不明白 反不反老頑童 其實你生童就可以了 你的皮膚都很快 好了 但是我比較想要的是 心鈴那個部分 因為我自己是太陽輪主導 那我的能量就不斷爆爆爆爆 在太陽輪裡爆爆 你通不到上去心鈴 我自己知道 那我的心臟試過出過三次試 三次是心包炎 就是心臟發炎 OK 我就知道我要幫助 我的太陽輪的力量 那道火通到上去我的心鈴 那我就可以心上事成了 心鈴是很重要的 好了 那天我放學 我們幾個人去了玉石市場 有一吋綠碧西 是16mm的 16mm都大 那他拿出來 他拿出來 他開到價錢就7位數 我貴貴 不是7位數 是6位 但是我們當下 是10多萬 那我就 嗯 牙痛的聲音 沒有買 然後我回到家 我翌日睜大眼 我居然收到我自己的供應 傳了這一吋過來給我 OK 這一吋 然後我心裡說 撞鬼你嗎 你又不知道我在找的 為什麼他會突然傳給我 這樣 所以是20mm 然後他就說 可一不可再 你不會再遇到 這樣 然後我看到那個價錢 我就 那一吋 然後 可一不可再 很尺 但是 不會再遇到 這樣 好,寫著寫著 就買了 買了之後 回來 他本來的顏色不是這樣的 是暗一點 深一點 然後覺得你很珍貴 就像《My Precious》 那樣 就像《Lord of the Rings》 那樣 然後呢 戴著戴著戴著 然後我的朋友就跟我說 他說 你最近做什麼 我說 什麼最近做什麼 你最近好像上了電 你這麼勤力做什麼 我說 是嗎?我最近很勤力 他說 是你超瘋的 我認識你 我沒見過你這樣 我自己也不知道 我說是嗎?真的? 我發覺真的奇怪 我有些客人都說 他說 喂,你這麼勤力 你這陣子 你整天都在店裡 你以前不是這樣 我以前來幾年都不是 常常見到你 但是最近 基本上你都在 然後 我自己也不知道做什麼事 我都回覆我的朋友 我說 我不知道 又是這樣 誰都知道 我揭一些花精的資料 我不是說 花精有一部分是水精 水精的花精 然後我看到Green Turmaline 即是綠碧西 他寫著 英文 就是 打開心輪 你看 姐姐知道 然後 下一句 他就說 Directs Yang Energy to do appropriate action 到這個位 我就 這樣 就是 將你的能量 引導去做 應該做的事 但是 這個位 我真的 打了個很大的凸 下巴 掉下來 就是 我突然之間 停了不讀 我那一百多樣東西 停一停 反正你沒有deadline 不讀著 休息一休息 然後就天天 很勤力地翻舖 採購 做事 而我之前沒有這個能量去做這些 我沒有那麼多精力去做這些 還有以前我不是做這些 我只要在家裡讀書 我都 有客人就回去見我 訂了 那些 我不是在店裡吐 從來都不會的 但是呢 帶了壁西之後 綠壁西之後就是這樣 然後 還要記住 我本身不知道它有這個功能 我不知道它有這個 將你的能量 引導去做合適的事 我朋友就笑 我朋友就說 那我不帶了 我已經太勤力了 我已經在教十幾個小時了 這個呢 大家可以安心 就是 我之前沒有在店裡吐 而我的合適行動 是要做這件事 那可能他合適的行動就是 他要休息 你明白嗎 或者他要出來創業 明白我的意思嗎 就是每個人的合適的行動都不同的 但是我的合適的行動就是 我是要在店裡坐 在店裡回答人問題 然後採購 進入很多新的東西回來給大家 所以 整間店裡會完全不同的 這個我覺得是很驚訝的 而且當然 你做了這件事之後 那些客人又開心 然後又多了不同的產品給大家 正如你看到突然間有新銅蛋撻 新銅種 新的Fat Bomb 新的東西 這些都是我幾年來都不理的東西 但是突然之下 整個人就上了電 那 好消息是 就是 綠碧西是很貴的 真的 所以 不只是綠碧西 其實所有碧西都是貴的 所以你不見得 你一定要買 OK 如果你會買的話 我恭喜你 是一個好的選擇 因為你會 好像我這樣 走去做應該做的事 很驚訝 這件事 我親身體驗這個 說法是真的 因為我突然之間 變了自己都不知道為什麼 如果你不是買一條 或者是怎樣 你可以帶一顆 OK 或者就是用花精 但是 這個時候 我們會繼續說 麥倫的部分 就是 因為 為什麼 去回大家麥倫低分 你每一個麥倫低分 有它的原因 是因為它是一個Hardless 麥倫 它儲存在不同歲數做的東西 如果你那段時間 你受到大的創傷 然後 你當然會產生情緒 不然也會叫做創傷 發生大件事 創傷 然後它就會 被困在麥倫上 因為你沒有清過它出來 很多人很喜歡 在這個位置否認 就說 不會啦 過了這麼多年 這麼多年以前的事 70歲的客人 我也有 幫他們做催眠 做Break the Cycle 的時候 他是去回自己小時候 都哭了 沒有一個做Break the Cycle 不是哭出來的 催眠不是每個人都哭 但是Break the Cycle 是每個人都哭的 為什麼呢 因為那件事的能量印記 沒有清理到 這是能量層面的事 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它在你的麥倫裡鎖住了 所以如果你說 我的底輪永遠都很低分 你要看的就是 你七歲之前發生過什麼事 七歲之前 特別是令到你很恐懼 很沒有安全感的事 譬如舉例 媽媽扔下了你 OK 交下了你給 我不知道 姐姐照顧 或者你在家裡 只有你自己一個 又停電 你明白我想說什麼 就是有些令到你恐懼的事 因為恐懼 不安 焦慮 沒有安全感 是底論的情緒來的 而底論一直很低分 它一直上不了 原因只有一個 就是你沒有清理過它 七歲之前發生過的事 留下的能量印記 你沒有清理過 所以就好像你的Harddisk 塞到爆了 好了 這個時候 說來說 我們不愛乎 地水火風空 五個元素 地 七輪鼠味草 它連著風 因為有煙 水 有一種靜化噴霧 然後 地水火 風 就是煙 地水火 火就是 底論的蠟燭 紅色的 這個 透過你每晚 臨睡 看著它 15分鐘左右 這個時候 你會想你 release什麼 我會要你寫一張紙 放在蠟燭下面 你release什麼 I release all those hold me back I release all that no longer serves me I release all energetic imprints of past incidents that caused me fear and insecurity 很多的 很多種不同的寫法 所以你上來的 請清清楚楚 告訴你你的問題 你想改變 改善 解決什麼 好了 同樣 去到生殖論 生殖論跟什麼有關 跟束縛 跟沒有自由 跟壓抑有關 生殖論如果是光明面 以及高分的話 就是魅力抹發黨 很吸引人 個人很有魅力 很吸引 你會變成萬人迷 那些人不斷湧在你身邊 所以如果是做娛樂界的人 是很需要生殖論的高分 如果生殖論 黑暗面的高分 就會是一個宅男 就是那種狀態 或者是婦女 所以我經常說光明面 和黑暗面 你怎麼理解呢 就是如果一個人心腸很惡毒 充滿鬥爭思維 覺得什麼都是雨天鬥雨地 鬥雨人 鬥其樂無窮 然後是六親不認 眼裡只有淺和權力 這個人 你是不是情情的農夫 你都不想他成為一個國家領導人 對不對 如果不是 是不是很多人會遭殃 明白嗎 好了 所以如果 啊 終於撿了頭髮出來 回到眼裡 如果一個人 就像剛才所說的 心底又差 有鬥爭思維 學習背景又少 又不識字 又文盲 心底又不好 什麼壞事都會做盡 你寧願他是一個野人 你寧願他是一個荒島 他害不了人 你明白嗎 但如果他是成為了國家領導人 OK 成為一個元首 他就會累到很多人 例如上當年的希特拉 或者是倫近地君那些人 明白嗎 OK 但如果那個人心底很好 他真的一心想服務人類 OK 即是德蘭州女 一個很好的人的話 那你是不是想他可以利益到 越多眾生 越多人越好 所以你就理解 你的身體那七個默倫 可以是希特拉 或者是倫近地君某個領袖 或者可以是 台海的領袖 明白嗎 所以你身體裡面 有多少個黑的默倫 現在的情況是黑暗面 還是光明面 絕對有影響 我就說有些才子 幾十年來很風光 很多人崇拜他 說了這些節目 那些view count 都幾十萬幾十萬 最近年都淪為笑病 為什麼呢 因為看什麼說什麼都錯 為什麼會這樣呢 微心淪變了黑暗面 喉淪變了黑暗面 明白嗎 所以他看什麼錯 不僅僅說出來再錯 OK 但是他本人不介意淪為笑病 被人叫燈神 都幾好 那個人都幾樂觀 就是這樣 所以 如果你發覺你那一陣子 好像看什麼都錯 還有好像 看人又錯 買股票又錯 什麼都錯 你看看是不是你的微心淪 變了黑暗面 或者可能不是這樣 可能你做的事 你不買股票 或者你不需要做很多分辨的事情 做很多分析的 那你發覺我睡不到 我打了上床之後 他腦子不斷地轉 不懂得停 然後睡得很差 那這個很大機會 都是你的微心淪黑暗面 所以你不要看到我的分數很高 很開心 很厲害 這個微心淪 黑暗面的高分就是 Winnie the Pooh當權 你明白嗎 而不是一個農夫 明白嗎 OK 就是這樣 所以脈輪呢 你自己疲劣回去 你自己清 如果你拿七輪鼠尾草 你是可以 我們會由底清的 底一路這樣清上去 你知道哪個黑暗面的話 你就會把他放久一點 明白嗎 把他放久一點 而我們的身體裡面 其實是能量層面 有中脈和左 中 右 其實是三個脈來的 最好笑的 你知道是什麼嗎 就是現在你看到 白車 還有醫學的象徵 也是一樣的 不是一顆棍子 然後有兩條蛇 這樣的 Casudius 那個其實就是 說著脈輪系統 但是西醫是不承認的 是不是很正常的 但是他用這個象徵 中間那顆棒 還有左右那兩條蛇 其實就是說中脈和左右脈 上來的人都知道 我跟你們說 例如你們身體有病痛 或者看蠟燭的時候 我叫你要踩著什麼 撒滿魔石 記得嗎 叫你踩著大地輪的油 在腳板底下 踩著撒滿魔石 讓這個撒滿魔石 幫你摺上 你身體排出來的負面的東西 不論是病痛也好 不論是負面的情緒 或者是黑暗默的 倒出來的東西也好 因為你踩在地上 這樣就避免你自己家的地板 那你平時踩來踩去 你又吸進來 但是那個撒滿魔石 它幫你摺了之後 你便就這樣拿鼠尾草 靜一靜化它 噴一下它 這樣又搞定了 明白嗎 所以其實外面貼那些觸貼 就是貼腳板底的那些 然後說第二天睡醒就濕落落那些 其實它不是沒有道理的 因為那個位置是大地輪 就好像你身體的鼻類針 它排走你身體不要的東西 到底是病痛也好 還是負面的思想 情緒 還是麥倫的阻塞 你都給它位置走才行 就是在腳板底走 但是都是那句 如果你就這樣踩 你家裡的地板 你放它走的話 你的地板就是了 全部都是 然後你就全家大小踩回 大家拌勻了 很棒 所以你會找薩碗摩石 那為什麼是薩碗摩石呢 因為 這個時候攪拌一點點 說水晶 水晶也是能量系統 就是我們有方晶系 和邪方晶系 方晶系 全部的結構是正方體的 例如螢石 鑽石 鑽石 石櫳 這條不是白水晶 不知道你們看不看得到 看不看得到 那些粒粒在裡面 看不看得到 那些粒粒 OK 看得到那些粒粒 這些就是黃銅礦 黃銅礦 都是方晶來的 方晶是一塊塊 它是等粒粒 即是說它是一粒粒 你當它砌積木 這樣砌上去 那它有什麼作用呢 就是它很穩定 OK 如果你的人很嬌 很浮的話 它會將你穩定下來 它會帶陽光的味道 譬如那個人的喉輪 舉例 他是太陽輪 不主導 它是直衝的就是喉輪 而喉輪 喉輪 受衝了 就像我這樣 我自小喉輪有問題 即是耳鼻喉什麼都出事 耳朵敏感 對聲音 我對現在耳朵也有些問題 我聽到你說話 但耳朵裡面有些問題 然後 鼻小時候流血流到不積停 喉嚨長期發炎 醫生想割我扁頭線 幸好我沒有割到 然後 然後 看看甲狀線 現在是肩頸的問題 如是等等 但你要看 到底我是需要修煉 還是我要放大 如果我需要的是陽光的力量 我就需要 不得了 藍鑽石 頭過胎才會買到 藍色的形石也可以 梳打石 有英文叫做 青金石 明白嗎 如果那個人 他是不敢說話 就是他很鵪鵲 他不敢說話 他需要帶的喉鑾石 就會是青金石 但如果好像我的嘴巴已經很嘴巴 跟著說話 得世不饒人 說話會得罪人的話 那我就不是帶這些 我是帶海南寶的路 你明白嗎 而且在那邊 基本上你見到我 我都會帶著月光石 我的月光石通常都是藍光的 那就是 由頂輪通到喉輪 如果是橙光的 就由頂輪通到生殖輪 OK 行不行 也有泛黃光的 我見過 所謂的彩虹光 也有紫色的 紫色的月光石 很漂亮的 泛紫光 好了 女生的石有哪些呢 藍銅礦 月光石 孔雀 這些石 那這些石 就是 女生很溫柔 力量 幫你修煉 安撫 那種力量 就不是火山爆發 火山爆發 又是另一種石 就是無精質 無精質就是 黑耀石 截黑隕石 我剛才跟一個朋友聊完 她說 阿姐你布丁很喜歡截黑隕石 都是綠色的 她說她買過一塊 她說她不行 她說她截了之後 那個人很醜 我解釋給她聽 為什麼 因為截黑隕石是無精質 無精質就是 它裡面是無精質結構的 它就是 排山倒海 火山爆發 所以你裡面 遺傳了什麼 它就會 嘩 那個狀態 你不明白 或是哥斯拉的狀態 所以你裡面有很多躁動不安 她是會把它放大出來 讓你感受到 所以看人家要怎樣處理 我那天遇到一個很棒的個案 就是 四個女生進來 一個很漂亮的女生 但她三個都很漂亮的同事 她就說要買金太太 她就問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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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的主導默輪是什麼 如果你是喉輪主導 你衝太陽輪 我儘管給你買 但如果你不是的話 你亂買 可能大早會不好 然後你就會入我數 所以我就不會 那我就問她 我就問她 你知不知道自己是什麼主導默輪 她就說是什麼 就是完全不知道 沒有聽過節目 一集都沒有聽過 什麼都不知道 我最怕這些 我她說為什麼想買金太太太 她說是因為招財 他在這個位置 就是 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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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飛過去了 OK 有沒有人猜到為什麼 會有人會有這樣的聯想 我為什麼你們不留言 是否沒有彈到這些 留言出來 還是你們真的沒有留言 留下意見 我想你們回答一下 為什麼 為什麼會有人聯想到金泰晶就是賺錢 乖 搭爹 鬼打和 咦 有啊 眼睛什麼事 他一戴上藍牙就聽到你說什麼 哦 哈哈 想不想到為什麼 我可以鼓勵 因為太陽倫 太陽倫是力的表現 是信心的 自我價值是肯定的 所以做生意的人 你的太陽倫一定要強 如果你看到有些人是感覺到你犯人 哈哈 因為生意人 打工皇帝也是 太陽倫是很爆的 有哪幾個人是太陽倫主導的 阿姐我本人是 台灣鍾明軒也是 特朗普也是 你把我們三個放在一起 你就會看到是怎樣的 因為有個金字 就是因為你看到我們三個都是火爆的 都是對自己很有信心 都是不覺得自己會錯的 而且是秒著 秒降 秒爆的 如果你在我面前做了一件事 或者是鍾明軒 你做了一件事 你是找他笨的 或者你想佔他便宜 或者你說一件事是不對的 他是不會射你的 他會兜口兜面來跟你死過 就是confront你 跟你當面對質 明白嗎 而我們不會覺得自己錯 不會覺得自己有問題 我們都不會覺得需要低調 你覺得星座是怎樣 星座我是相遇了的 哪一副次啊 各位 我有沒有一副次相遇了 首先沒有 然後還有什麼 喜歡發白 沒有 沒有 我有時間 我都不搞這些事情 我有時間 我都去做正經事 我完全不像雙魚座 但我完全像我是太陽倫主導 太陽倫主導的人是很軍身 你不要找我便宜 我也不會佔你便宜 所有東西都是公道和軍身 所以 譬如中美貿易戰 你看到特朗普說來說去是不公道和不公平 不公平 不對等 明白嗎 所以很多的 譬如民運領袖 這些 我不知道自古的華拉是不是 都是太陽倫主導都相似 明白嗎 有幾樣事情大家要了解一下 就是除了你的性格和你的人生 你的靈魂使命 其實是跟你的 哪個默倫主導 就是直接相關的 就是說 你來到這個世界之前 其實你已經同意了你會有什麼遭遇 例如我來到這個世界 我會去講話 跟大家講健康 療癒相關的東西 就是橫掛 身體 即物理 情緒 能量 靈性層面的 當初我遇到賤人 走出來攻擊我 其實我還未投胎 我還未做我這輩子之前 其實我已經知道了 我已經接受了我才會下來 而因為我遭受到不公義 所以我有很強烈的正義感 所以我是太陽倫 而因為我是太陽倫 所以我是秒著 秒降 不是那些 算了 不好了 不緊要 引一時風平浪靜 沒有這件事 所以大家可以去搜尋一下 他很出名的 台灣的KOL 很值得看的 麻煩你放開那些 如果你是這樣的人 麻煩你放開那些什麼 什麼男女 什麼人這麼奇怪的 男人扮女人 你放開這些東西 說真的 你要聽他的內容 非常值得聽 所以不同的麥倫主導 影響你不同的際遇 也影響了什麼呢 就是影響了你的對沖面 就是我對沖沖喉鱗嘛 所以我一定要帶有藍色的石 所以我一定會帶 無關事 我一定會帶 每一天都一定會有個鼻 月光石或者海南寶 我是帶到什麼程度呢 我是帶到 我有腰鏈的 因為腰鏈是很正的 不會太亮 不過沒那麼亮吧 大家看不看得到 OK 猜不猜到這一塊是什麼 有些人現場見過這塊東西 最近有上來的話 看到嗎 天然的 是不是很漂亮 這樣會不會清楚一點 看到了吧 現在清楚一點 我真的不會打燈的 OK 天然的 多漂亮 OK 好了 OK 所以我不會放在任何一個 可以放進去的位置 所以你是什麼輪位 你什麼輪主導 第一 你那個輪一定要鎮 你記住 OK 如果你連你那個是你的 比如紫微斗數 你是那個命 公的主星 如果你落陷 你也挺麻煩的 所以那個就沒辦法了 那個是天生的 如果你那個工 化技還要落陷 那我也沒辦法了 但是呢 我們講默論就不是的 默論是有得搞的 OK 如果我是太陽論主導 那我現在太陽論是100%的 那我就不用理它了 那我千萬不要再帶 黃色或者金色的東西 會舔的 所以我需要的是藍色的 明白嗎 如果我的太陽論很弱 那我就要帶黃色優先 黃色和金色 OK 所以那個女生 她來到之後 說了幾句自己都笑了 因為其實她不是要帶金太晶 但是因為大部分人的太陽論都很弱 所以他們帶了金太晶之後 或者黃色的石之後 那個人呢 那個太陽論補回能量了 所以那個人就有幹勁了 你明白嗎 然後就可能做事會順利了 因為你可以英文叫做 Stand up for yourself 就是你可以維護到自己的利益 你可以保護到自己 還有你自己 修了 明白嗎 所以每個人要的東西不同 那我朋友呢 客人呢 現在都在聽著節目的 那她本身呢 她的另一半就是睡得不好的 OK 那為什麼呢 我們後來才知道 原來她是生殖輪主導 直衝就衝微心輪 那衝微心輪會怎麼樣呢 就是這個跟睡覺有關的 OK 跟情緒處理 跟創傷啊 那些是有關的 那她一直都睡得很差的 但是呢 自從她用了 明明那個鼠尾草 是特別的 她是白鼠尾草 婚依草 和Yerwell Mata 三種植物混在一起 分吧 分的時候我們會教你的 不是只要分前面的 OK 之後就 睡得相當之好 根據她所說的 最後我想說一個概念 就是頻率 OK 有一本書在這裡 但是呢 我現在拿不到的了 所以下一集才描出來 那本書就是香港人最喜歡的權威 博士 這樣寫的 其實它就是 Power vs Force 就是說 其實我們每個人都有一個頻率的 OK 那我就開個表 說完這裡 我就可以 哈哈 休息了 這個就已經叫放假了 你看看我 我其實所謂的放假 都是有開工的 OK 我先說完這個部分 很快 那現在最近有上來的人 都已經查了頻率的了 就是什麼呢 我們有20到175 就是叫做Gray Zone 灰色的 OK 灰色的就是由Shame 去到Pride 都是灰色的 然後由200到400 就是白色Zone 就是由勇氣 去到邏輯 都是四百 都是白色的 五百到一千就是由愛 去到Enlightenment 就是頓悟覺悟 OK 好了 那我解釋一下 很多人我看是在Fear 香港人Fear 是100 甚至75 OK 那是什麼呢 我解釋一下 100一個頻率就是Fear Fear就是恐懼 這件事情難不難理解 一點也不難理解 因為我一說就明白了 很多香港人是怎樣 怕進不了好的大學 特意想要那間學校不收 讀大學 又怕出來找不到工作 出來找到工作 又怕入身不好 怕做得不好 讓老闆兜了 接著呢 在上班的時候 又怕自己做得不好 跟著自己無份升職 未嫁又怕嫁不到好老公 嫁了又怕老公滾 未生小孩又怕生不了 生了又怕 又怕保不住 生了出來又怕病 跟著呢 又怕他讀書讀不成 又怕他學壞 你聽不懂 香港的人生 其實不止香港人 很多人都是這樣 你頻率低就是這樣 如果你的頻率在100的時候 就發生這件事了 就是你一輩子不斷害怕 我媽媽就是這樣 不斷害怕 害怕害怕 而害怕的東西呢 是吸引力法則 你們叫吸引力法則 就是鏡子法則 就是你在這個頻率裡面 你會不斷遇到人、事、物 繼續讓你害怕的 不斷害怕 什麼都害怕的 大爛餐的了 那你發覺100的前後是什麼呢 高一點就是design了 慾望了 想想想 就是1、2、5 那這個想想想 我不想啊 沒有問題 我解釋給大家聽 你就知道問題在哪裡了 我想不用做 我想加薪 我想工作不要那麼辛苦 我想自然醒 我想帶錢 我想嫁過老公 不用工作 我想生兒子 兒子又聽話 我想奶奶不要煩 我想買手袋 我想要醫我 要老 不斷地想 你說什麼很正常 告訴你 你什麼情況下 你會很餓 想吃東西 因為你還沒飽 我想問你 你吃飽了 你會不會繼續想吃東西 不會 你現在明白問題在哪裡 就是你不斷地想 是因為你得不到 所以你才會不斷地想 所以你在1、2、5 這個頻率裡面 就是不斷地想 是因為你得不到 你整整天就會不斷地想 想要這個 想要那樣 然後永遠都不滿足 和不開心 OK 好嗎 接著有一個 這個 Apathy Apathy50 就是冷漠 你說不是 那個不是我來的 不會的 我又解釋給你聽 為什麼 我不是說你一定是 因為要檢查才知道 為什麼Apathy 很多人都是 就是 6月抗爭到現在 很多人現在都說 我不想再看新聞 我不看了 我受不了 我不看了 太慘了 我受不了 我不想再看 另外一種是什麼 就是 曾經養過一隻狗 一隻貓仔 養了十幾年 當一隻貓仔 過了生之後 不會再養 我不想再養 很慘 經歷牠死 很慘 不要了 所以就冷漠 明白嗎 不想感覺 不去感受 有些是什麼 曾經愛過 然後很愛很愛 然後 誰知道那個人離開了之後 不敢再付出感情 明白嗎 這些就是冷漠 最低的就是內疚 內疚 愧疚 另一種是shame 最低二十的shame shame 是自卑 羞愧 羞恥 就是可能 曾經試過 跟一個女孩去東京 走溫泉 或者我已經脫衣 走 所有人都是這樣的 她就會找毛巾 遮瑕 那些 其實她是一個美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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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就會這樣 那這些呢 西方有個字眼 叫做body shame 就是她對她的身體是有羞愧的 OK 而很多亞洲社會 會有這些羞愧的 覺得尼兒媽 醜啊 然後覺得自己生了 就是肉酸啊 很多這些不同類型的shame shame 這種羞愧 你可以譯為自卑 都可以的 就是可以擁有的東西 和沒有的東西都可以的 譬如 我有這樣的家庭背景 我覺得很羞愧 或者我沒有讀過書 我覺得很羞愧 明白嗎 可以是 both ways 就是兩方面都可以 我因為我做過這件事 我覺得很自卑很羞愧 或者因為我沒有做到這件事 所以我覺得很羞愧 也可以的 那頻率為什麼這麼重要呢 其實會影響你身邊遇到什麼人 為什麼物以類罪呢 你覺得 因為大家頻率接近 才會物以類罪 而呢 因為鏡子法則 吸引力法則 我從20頭的時候 就一直鎖住在400 即是說理性 說邏輯 400是白色層最高的了 已經 我查看大部分人都沒有去到這個位 但是我一直都突破不了 直到最近 今年我突破了 我現在是 between 500至540 為什麼呢 但是當你有靈性增長的時候 你是可以突破到的 但是為什麼你會這麼低呢 和你的默倫這麼低的原因 同出一切的 就是因為 你經歷過某些創傷事件 那個能量印記還在 你沒有清理過 所以會這樣 有什麼情緒阻塞在當中 OK 還有還有 有沒有什麼木馬程式 什麼叫木馬程式呢 就是人家說 接著 你聽了就信了的東西 信念系統 例如 不辛苦 怎麼得世間財 聽起來好像很正確 我想問你 那些富二代呢 那些沙特阿拉伯的 由王一出生已經 是王權繼承人那些 那些是什麼 他心裡的苦呢 請問 他心裡的苦 成功靠苦幹那些 那些是什麼 第二 女生很多的 就是 好男人死光了 這樣 這是一個中了毒的信念系統 這是一個木馬程式 OK 而默倫克的面 怎麼理解呢 就是你那個Harddisk 不單是滿了 還要是中了毒 明白 OK 好了 你平時地水火風空自己清 沒有問題 你有七輪鼠尾草 你隨時上海 你找王同學幫你清都沒有問題 OK 而大清就要阿姐出手 OK 好了 講到這裡 下個禮拜 如果我有假放 再做節目見 還有就留言給我 還有最後一句我想說 那個種 我們接下來會變粥筒飯 用真的粥筒 有不同的菜 在裡面 糖胺老肉 鹹蛋王 櫻花蝦 栗子等等 上面就包著荷葉或者種葉 然後蒸熟它 或者蒸熟它 或者蒸熟它 所以接下來會有更加多的餐 因為我帶了六壁西之後 那個人都很勤力了 他令到我 做應該做的事 另外就是 以後所有想解決問題 想預約我的人 想清楚想清楚 你想解決什麼 OK 你不需要限制自己 想找你說什麼 你找我說什麼都行 因為你其實不知道我懂什麼 還有講神話 最後一句就是 做這些是要連結你的公我 而你的公我就是你 是億萬年之後成了佛 以及已經搞定了不了業的你 所以他 你怎麼說 他是你的過來人 他知道你的卡住在哪裡 他知道你需要面對什麼 解決什麼 我希望你們以後找我 不要心裡面有一個盤算 想著我想做什麼 你不要想 來到我們當下決定 你只需要準備 你自己清楚 你想要什麼 清清楚楚 不要世界和平 什麼愛情 健康事業 不要這樣 Be specific OK 然後來到 你不用選擇 做Hopono Pono Hopono Pono 其實是一個解決冤親債主 大的解冤結 帶的和解的一個法治 OK Break the cycle 就是去解決你現在的糾結 由你的高我帶你去解決你的糾結 但是你不要用人類的腦袋 我也不會想你會做什麼 來到的時候 讓你的高我決定 OK 好不好 拜拜